大家好 去年11月的时候 台大五天之内自杀了三个学生 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吧 那时候其实引起了社会的很多的震惊跟讨论 其实去年各级学校自杀的学生总共有76个人 那包括我的学生也在其中 那这让我想起了艳世代这个名词 那艳世代是什么意思 艳世代其实包含了很复杂的情绪跟态度 包括他们很愤怒 很无助 很无奈 很茫然 而且会摆烂 那他们薪水低 穷忙 看不到未来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苦闷 很茫然的一个世代 其实他们人生感觉到没有目标很茫然 其实已经很可怕了 但是更严重的这个世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功成名就的压力 功成名就这个压力 其实跟病毒一样席卷了所有的世代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现在年轻人很敢秀自己 对不对 大家都会这么觉得 然后觉得现在年轻人很有自信 对不对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实 因为我是辅导老师 其实我可以看到一些 里面就是表面的下一层的下一层的下一层 其实这些自信都跟玻璃一样 那各种光折射给他们的时候 那个玻璃看起来非常的耀眼 夺目 可是呢 一旦撞破之后 就会碎了一地 Crash 就整个都碎光光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玻璃心这句用词 对不对 那我在处理一对母子的时候 他们每天 母子两个人互相攻击 还会动手动脚 那他们亲子关系 其实他们的梁子从小的时候就已经结下了 那我的学生跟我讲说 他妈妈常常拿他跟很优秀的同学比 然后他永远都比输 所以他对自己很生气 他对他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生气 然后这个妈妈也很委屈地跟我讲说 老师 其实我婆婆也常常拿我们家跟大姑 还有大伯他们家比 然后我们家也常常比书 可是呢 我跟我先生呢 都忍下来了 所以这个妈妈的结论就是 这个孩子太脆弱了 你觉得呢 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这个脆弱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当我在写谁偷走了他们的青春这本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探究了1996年 台湾社会第一 是我们台湾第一届总统民选的时候 那为了巩固某些人的名利 于是就点燃了一波宗教扫黑 那当时因为办了周仁森电玩案 被媒体捧为司法蓝坡的侯宽人检察官 在太极门案件办大之后 民生又更加的响亮 其实太极门案件长达25年的法税假案 其实除了侯宽人是始作俑者之外 其实更重要是税务人员为了考基奖金的诱惑 其实持续让许多的税务人员掉进了民根利的深渊 那为了奖金持续开出违法的税单 他们其实都是过度迷恋自己的功成名就 不但迷失了自己 其实也伤害了人民 这些违法的手握公权力的公务人员 不惜耗费了国家的司法跟行政资源25年 也逼迫了太极门弟子上万个家庭 培进了25年的青春岁月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每次讲到这本书我就哭 因为其实在写的时候都很难过 但尤其我常常会翻到这一页 叫做请还给我一个爸爸 大家如果手上有这本书 其实可以看看这本书 请还给我一个爸爸 每次看到这一篇 我就想到我的师兄林世民 或许有人认识林世民 就是我跟林世民师兄 其实就是很有机会碰面 那他就是一个很憨厚的人 没读什么书 但是就是很老实的人 一二一九发生那一天 你知道检警单位到现场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凶 然后一堆检警单位的人围着他 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前科 然后这个不只是这样 其实回去之后 那个侯宽人检察官更是可怕 拍桌子啊审问啊 这都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 而且他还就是当他是罪犯来审 然后还拿他的家人来恐吓说 我们要监视你的家 所以然后我们要把你抓去关 那其实每个越老实的人 其实都没有经过 就是你从来不会想过 你会被警察抓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遇到检察官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面对法官 所以越老实的人 他其实越害怕 那也因为这样 根本就没有审 他就把他当作犯人 罪人 还问人家有没有前科 这样来审问他 让他非常的害怕 所以几年后 他就走了 他是抑郁而终 他留下四个小孩 还在念书 一个还在抢宝中 然后留下一个老妈妈 我要讲的是 二十五年 不是时间流过就好 那是血泪 多少人的血泪在这里面 你要还我什么 你国家赔偿 根本还不起什么 你不但没有还 你连道歉都还不够 持续的升官 天理何在 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情 我就非常的难过 可是我还是要继续讲下去 我要讲的是 我们的社会真的生病了 今天要不是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生病 太极门案件 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主流文化弥漫着 赢过别人 追逐公权名利的公权名利 然后读名校 做体面的高 做体面 还有高薪的工作 买名车 买房子 这样的就 就是这一些的价值观 成就让很多人 觉得这样比较有自尊 但是这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其实用名利 薪水跟奖金 所组成的外在成功 就跟吸毒一样 大家知道吸毒是什么样子吗 给奖金就跟吸毒是一样的 吸的时候飘飘欲鲜 但是药效非常短 然后药效过了 药效过了之后 整个心里是空虚跟忧郁的 然后药量要不断的增加 才能够达到原来的效果 毒瘾发作的时候 为了拿到毒品 还要不择手段 所以 税务奖金 不但没有法源依据 不能够给 更重要的是 请不要再拿奖金这种毒品 来喂税务人员吃了 这真的会害死他们 有解药吗 有的 把外在成就就改成内在成就 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解药不用外求 就是自己的良心 太极门师父提醒过弟子 一日之际在于晨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生之际在于良心 什么意思 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良心 良心是什么 良心就是那颗 excellent heart 是什么 是纯真 善良 正义 爱 等正向的特质能量 所汇聚出来的一颗心 不只厌世带 感到迷惘跟压力 其实在充满公权 名利比较的洪流之中 只要良心被掩盖了之后 就会失去了当人的核心 失去了良心的指南针 就会迷失在人生的洪流当中 最后一段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除了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还有社会教育 谁偷走了他们的青春 这本书 其实是最好的社会教育课本 以太极门冤案为主 最主要要传递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观 就是坚持做对的事 德国哲学家尼采诚说 只要参透为何 才能够迎接如何 太极门师徒早就参透 坚持的意义 是在发挥良心 是在做善事 是在发挥正义爱人的行为 所以25年来我们付出非常多的代价 但是这是为了让太极门弟子 让台湾人民政府 让世界看到良心的坚持 是不能够协商的 那更在鼓励那些茫然无助的人们 要勇敢改变 勇于承担 勇于领航 25年的代价真的很大 但也因为良心的抚慰 所以内心自然喜乐 也引动了法税改革的潮流 今天是世界自由日 我想要呼吁那些违法的官员 要快快醒来 跟着良心走 才不会违法犯罪 到时候落得身心都会不自由 明天是国际教育日 主题是为人类地球繁荣 与和平而学习 曾有教育先进说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会一堆知识 而是学会一种思维 我也希望这些受过很多教育的当权者 应当有人权的思维 发挥良心 让人民从冤案假案中解脱出来 人民得以更有心力 能够成就自己 成就这个国家社会 让世界得以繁荣 跟和平地持续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